各位观众 这里是海南省三亚市 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上午在这里举行仪式 欢迎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上午9点 穆沙拉夫抵达仪式现场 胡锦涛主席与穆沙拉夫总统亲切握手 互致问候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 是中国的友好邻邦 人口一亿五千万 首都伊斯兰堡 1951年同中国建交 这是穆沙拉夫总统第四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加油卡 正丽 胡锦涛主席陪同穆沙拉夫总统检阅仪仗队 穆沙拉夫总统是因胡锦涛主席的邀请 于10号抵达三亚 开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欢迎仪式后 胡锦涛主席同穆沙拉夫总统举行了会谈 双方同意共同努力巩固两国全天后友谊 深化战略伙伴关系 胡锦涛表示 中巴是好邻居 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 有着全天后友谊和全方位合作 中方高度重视中巴关系 始终将其置于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 不管国际形势和两国国内情况发生什么变化 这一既定方针都不会改变 胡锦涛就深化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提出五点建议 一 巩固两国战略合作的政治基础 二 拓展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 三 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继续开展反恐禁毒领域合作 加强奥运安保方面交流合作 四 扩大人文领域交流 五 加强国际多边合作 维护中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穆沙拉夫表示 发展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支柱 巴方希望双方不断探索新途径 新方式 加强贸易 投资 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扩大青年 教育 文化等人文领域交流 穆沙拉夫说 巴基斯坦住院并相信北京奥运会将取得圆满成功 愿意为此提供一切支持和合作 巴方将确保北京奥运会火炬在巴境内传递 取得最佳效果 巴基斯坦坚决反对任何将北京奥运会 政治化的企图和破坏奥运会的行为 穆沙拉夫强调 巴基斯坦坚定支持中国维护国家统一 坚定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坚决反对任何分裂中国的活动 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在打击恐怖势力 极端势力方面的合作 穆沙拉夫介绍了当前巴基斯坦局势 胡锦涛表示中方尊重理解支持巴基斯坦政府 为维护国内和平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所采取的各项举措 相信在穆沙拉夫总统和巴基斯坦新政府领导下 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将不断向前推进 会谈后胡锦涛主席和穆沙拉夫总统 共同出席了两国三个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